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全国公众号总排名前五有下点,好看又上点分享,就是最好支持倒数十秒,有惊喜。 不好意思,发错版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全体官兵,祝愿全国人民新春快乐,万事如意。 近日,at住香港部队官方微博,发布了稳重带皮的2019年白年视频,说道,装备都佩奇来给您带个年,网友们都非常喜欢,看到最后,纷纷感叹,本来独泪目了,直到看见这只佩奇。 人民日报,at共青团中央等,也在微博积极转发,让更多网友看到网友评论,atgyy1899,调集还配色,at厘清echo,这么硬核吗? 太厉害了,啥是佩奇? 解放军叔叔给砸佩奇,保卫我们的国家和人民,想要啥都给佩奇。 而鱼木棠,本来泪目了,看到那只佩奇,与时俱进,竟跟时代潮流你喜欢佩奇,我也能用最整齐的队形,最比挺的军装给你佩奇。 所谓国家和人民,佩奇安全,佩奇和平,要什么都能佩奇。 火车上,飞机上归乡的我们,在熙熙攘攘的春运人潮中,离家越来越近了。 而他们,以及全国各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们,在新春加急之际,仍然在座,活得高山,大川,沙漠,孤岛上,驻守边房。 对他们而言,除夕那一天,和其他364个日子没有任何不同,都是要用青春和生命守为祖国的日子。 他们可能是父母的儿女,孩子的父母,爱人的伴侣。 除夕夜,如果他们可以给家里打一通电话,会收集什么呢? 大概是过年好啊。 今年不能回家了,我要保卫和祖国,才能保护你。 驻赶部队的官兵们,把新春祖福,送给了全国人民步步坚定,举举铭枪。 不过,我们的钢铁战士们,或许比我们更需要一句过年好。 和家团圆的日子,感谢有你们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。 因为你在卫国,我才有家。 正式们,过年好啊。 文章获选明,写文章熬夜艰辛,战友们记得在右下角点下,好看已是鼓励。 占好几海定制酒,今天部分省份正常发货,2月4日至2月6日停止发货3天,2月7日大部分省份开始正常发货,2月8日全部正常发货,顺风包容。 其他商品,下单,2月14日后,快递恢复正常发货。 点下图鉴瑞益生活馆,够,占好几海点藏特例,瑞益生活馆瑞益生活馆目标,把更多更好中国造卖给中国人。 点击尽管,mine program,太搞笑了。 美国这是耍普京吗? 美国已经耍了很多次普京,这次退出中岛条约,美国刚宣布暂停就又忽悠俄罗斯,这简直是太过分了。 相关分析,请看,战好带心惨迷公众号的点评,思考者在阅读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